这年投NBA里流行抱团夺冠,虽然这样是一个夺冠的捷径,但是球迷们却并不买账。 记得昨天看到一个帖子,讲的是最近20年总冠军的韩金亮,其中当年独行侠队的诺天王丹河带对面掉热火三巨头,那一年的总冠军韩金亮被球迷们评为最高的,而杜兰特加盟勇士队之后的两个总冠军,被评为韩金亮最低的。 现在,NBA球队再也不像许多年前那样,球队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了,现在强的球队有4到5名巨星,弱的球队根本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球员。 说他们是CBA级别球队也有人信,强如勇士队,弱如老鹰队,如果老鹰与勇士队遇到一起打一场常规赛,相信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观看。 而今天上午美国媒体把现在的30支NBA球队按着实力分为了6个档次,勇士队独自一档,这也是大家心里所想,毕竟两届总冠军加5巨头加1哥达拉,以及一众实力派角色球员,勇士队确实牛,不过球迷们说了,勇士队至少应该在网上画一档,毕竟他们的实力比起第二档的球队来说要高出了太多太多太多, 第二档是火箭,猛龙与凯尔特人,得到了詹姆斯的湖人队虽然实力比原来强了不少,可是缺少超级巨星辅助的詹姆斯毕竟还是一个人,湖人队进入第三档,而76人,雷霆,步行者,爵士,雄鹿都是第三档球队,第四档是马斯,绝金,开拓者,奇才,提湖,森里郎,热火,活塞,这些中游球队比上不足, 笔下有余,剩下的五六档球队有,五档,骑士,灰熊,黄蜂,公牛,独行侠,快船,六档,老鹰,太阳,国王,篮网,尼克斯,魔术,现在看来,勇士队还要统治未来的联盟几年时间在,而像老鹰,魔术,篮网队,可能在未来几年里,根本没有丝毫作为,不得不说这是现在NBA的一大遗憾。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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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